好 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个概念 叫力学能守恒的条件 那我们前面在2-1的时候 我们有学到做工与动能之间的关系 合力的做工就是动能的变化 如果不熟悉的 记得要回去看2-1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在上一个影片又提到说 重力的做工就是负的未能的变化 重力未能的变化 那今天我们加一个情况 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 若合力做工只有重力做工 写清楚一点就是说 正向力啊 张力啊 还是什么什么力啊 接不做工的时候 为什么要脱讲那么啰嗦 是因为不是说没有受到正向力或张力 而是他不做工 那就是通常就是跟位移垂直 与位移垂直 或是与速度垂直 与速度垂直 与速度垂直 与速度垂直的话 就算他有受到正向力或张力 他也是不做工 那等一下我们再举例 我们先在这个条件之下做一些推论 如果合力做工只有重力有做工 合力做工只有重力有做工 那就会变成怎么样呢 就会变成合力的做工 就等于重力的做工 那这么一来不就是动能的变化 就要等于负的未能变化吗 根据我们左边的这两个关系是 左边的这两个关系是 合力的做工造成动能的变化 而重力的做工 会是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就是重力未能的变化的负号 的相反嘛 那所以现在就是合力的做工 它是动能变化 而重力的做工是负的未能的变化 所以最后结果就是 动能的变化 就是负的未能的变化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ΔK 再加ΔU 就会等于0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会说是 动能的增加 那未能就要减少 加起来才会是0 然后动能减少的时候 未能就要增加 所以他们这时候就是一个互补 互补的关系 而互补完加总为0 加总为0 加总为0就是没有变化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写开 变成K 增 增动能去减掉出动能 然后再加上 增未能 去减掉出未能 结果要等于0 接着我们再把 增和初分门 分门别类 把初状态增状态的都放在一起 那就写成 出动能加出未能 就会等于墨动能加墨未能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 动能加未能的值 会维持一个定值 对不对 因为前后相等 前后相等 代表它是维持定值 那我们就可以令它为1 力学能 所以我们就会把动能加未能 称呼为力学能 然后它什么时候会守恒呢 就是它什么时候会 在初状态跟末状态之间都没有改变呢 前提就是 如果合力做工 只有重力有做工 那就会造成 前初状态的动能 加上初状态的未能 就会等于末状态的动能 加末状态的未能 也就是它们是守恒的 这就叫做力学能守恒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举例说 刚刚提到 什么叫做合力做工 只有重力做工 正向力不做工 那就是像我们 上一个影片 前前一个影片在讲的斜坡 斜坡的话 是有正向力的 但是正向力不做工 如果今天是没有摩擦力 如果今天没有摩擦力 然后一个物体 从斜坡上滑下 它速度是沿着斜坡 但是它的正向力 却是垂直斜坡 垂直斜坡的坡面 所以这时候正向力不做工 所以这时候正向力不做工 那如果说又没有摩擦力做工 那就会是力学能守恒 因为今天它就只有重力 向下的重力跟速度不垂直 而重力有做工 这就是力学能守恒的一个例子 那还有别的例子 比如说 一个摆 摆来摆去的这个摆 它摆动的时候会有绳子的拉力 可是这个绳子的拉力 总是跟它的速度垂直 绳子的拉力 我们先画一下速度 在一瞬间 它速度是沿着切线 而它的绳子拉力则是跟法线平行 所以这时候绳子和速度是垂直 所以绳张力不做工 那今天如果没有空气阻力做工 只有重力有做工 那就是力学能守恒 重力会让这个垂 摆垂往下加速 然后到最低点又往上的时候 重力又让它减速 它跟速度的方向就是 夹角不是90度 它是会有做工的 举这两个例子就是要说明 有的时候是可以有其他力量的作用 但是这些力却不做工 那这时候还是会有可能发生力学能守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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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